有些事情 错过了那个村 都没得那个点了 豆豆 那个咱们举杯 敬一下秋奶奶 精心准备的庆生宴 一脉年龄 我分手吧 那就是这腰的生活 别打了你我不用的 别打了 你怎么照顾我妈了 手术很成功 你们好好照顾她完就可以 其实你妈妈多在乎你 你有时间 还是多去陪你妈妈聊聊天 没有相互理解 才能收获幸福与圆满 以后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别哭了 以后家里的事 我们一起做 去接妈回家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 误打误撞 喜天妈 下集 吃饭 我多爱� 我帮你不吃饭 死了 提琴 我不吃饭 有吃饭 有吃饭 不吃饭 那我们说 不吃饭 就要吃饭 我只愿我都去挑楼 就能把阿姨 就当报仇了 阿姨 一会儿凌晨她再吃饭啊 吃饭汤了就好 还是没 好 保持你 还行 挺好吃的 从小我就特别怕黑 小的时候都是奶奶陪着我 哪里的爸爸妈妈呀 家人家好惨哦 在门口捡到有点水果 你说你在哪儿捡的 都在门口放着鬼鬼的 这里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 不需要你们管 请你出去 一飞 她是你的妈妈 我有一个想法 你做我的干妈 哎呦 让个小丢 什么 一飞啊 其实啊 我带你屋头来做的外 也不光是我媳妇儿比我 其实我也个人想离开她 为什么呀 母爷 我儿子在外地打工 一两个月她回来一会儿 小妹呀 你做人给我买了 都要吃 买用的 你还是陪我做医院去干吗 哎呀妈 你这就感冒发烧又没啥大病 吃吃药就好了 妈 我这忙得很 没时间 我还得洗衣服呢 妈 妈 哎 戴俊 你回来了 嗯 你妈可太难伺候了 怎么了 我一个女人家 每天开车送货 已经够辛苦了 你妈在家 陈天跟我装病 我容易骂我 我知道 这些年 我没能给你生个一男伴女的 你妈心里不待见我 陈天给我小鞋穿 这次你回来正好 你可以拿个主意 把你妈送回老家吧 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把她一个人丢回老家 我心里不放心哪 你不放心 你妈陈天拖累我你放心了 我也真是受够了 行 你不送也行 我回娘家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再来找我 小菲 小菲 是 大官吴 女生 是 是 usando 但是这个事 咱不是也急不来吗 小梅平时也挺辛苦的 您就不要给她这么大的压力 好吗 月儿啊 我晓得你为难 等小梅拿点空了 送我回农村去都是 那天在车里 是不是你媳妇送你回老家呀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儿子呢 我那个儿子太老实了 我个媳妇又能够抢死 我也不想我儿子嫁到中间为难 我那个媳妇虽然对我不好 但是她对我那个儿子还是死心塌地的 我说我孤独他们两个离了婚 让我儿子有两个伴吗 我老家又给得远 我如果回去了 还就得看得到我儿子一会儿 所以那天 我都不顾我来长老年 顾到来到你那点儿的 好了干妈 你就踏踏实实地住在我这儿 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好吗 一飞 你对我一个外人都能够能够好 为啥子都不能对你的亲妈好点儿呢 我们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我过不了这个卡 她对不起我爸 一飞 人哪有不犯错不呢 你要哪个太原谅你妈妈 什么 我不说了 我去睡了 你看 你公主要早点睡哈 你公主要早点睡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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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一飞 想不想壞啊 爸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气象了一百多公里 现在住在咱们家里边 杨凯 那个我现在正忙呢 一会儿我忙完了给你打电话 那行 一会儿我把照片发给你看 好 拜拜 你说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你是警察就了不起的是吧 你孩子就可以随便打人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孩子是我没教育好 豆豆 怎么回事 我没有错 是他心动手打同学的 我只是拔刀相助 即便是这样你也不能动手啊 你告诉老师啊 你说的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你瞧瞧 你瞧瞧 这孩子说话像街头小混我说话 说谁啊 谁是街头上小混混啊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过来 豆豆 成 成长 怎么是你啊 是啊 这么巧 不好意思啊 小孩子闹矛盾 没有 我们也不对 儿子 跟豆豆握个手 老师 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回去好好教育他 那个陈总 我们都先走了 跟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好 再见 老师 那没什么事 我们也先走了 好 行 走 逗逗 谢谢老师 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逗逗 只要有妈妈在 没人可以记录你知道吗 我先走了 没事 你怎么叫你这孩子的 逗逗 跟我回去 不 不 不 跟妈妈在一起 你没听到孩子说了吗 她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走 逗逗 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走 老板 一个人 哎 你一个人哪 要不过来一块吃吧 你家豆豆呢 那她妈给接走了 那她妈给接走了 心里边不舒服 你过来喝两杯 我也不舒服 喝 行 那个 是吗 随便 来 干 来 你说说看 我就想好好的当个警察 我有什么错 逗逗 在学校把别人给挡了 我去道歉 对方是得礼不饶人 后来我前妻去了 对方马上就认错 你说 以后我在孩子面前 我怎么做人 一样一样 我就让员工改个标书 你说我为什么 我不就想着说中标之后 大家可以一起分奖金吗 对啊 有什么错 人家 全部跳槽 跳到二组球 拜拜 哎 哎 够点味道 哎 你再说点 再说点 你怎么那么八卦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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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男朋友 我跟他在一起 五年了 五年 人家从来不跟我提结婚的事 不提就不提 算了没关系 那我就说 咱们一起出去旅个游吧 对吧 人家好 跟着他的朋友 去西藏 骑行去了 够 够惨啊 那个行 我跟你说说 我的故事 我跟你逗逗他妈妈 以前是一个学校的 她毕业以后呢 就去电视台当了主持人 哎 你说你当主持人你就好好当呗 后来他跳槽去了一个更大的公司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怎么说 他说他要努力 他要赚钱 赚很多的钱 哎你说 你赚这么多钱 干嘛呀 对不对 赚再多钱 不就是为了有个家吗 对 家 啊 当你回到家以后 有一杯热水 啊 这一家人 开开心心的看你电视 周末一会儿逛超市 就是 多幸福啊 就是就是 来干一个干一个 来来来来 行不行啊 行 我就从来没醉过 嗯 喂 姐姐啊 嗯 我 我那个 计划书在我桌子上了 嗯 你帮我送到王总那去吧 嗯 嗯 好 拜拜 嗯 嗯 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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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飞 你这晚上这么巧 还得我等你玩是 我 中二加班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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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飞 你光复我家里了 哎呀 你这晚上得他不得嘴啊 我 我 我 哎呀 哎呀 他这晚上得你不得嘴的啊 嗯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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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哦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来去大叔吧 哇 哦 哦 来来来 來 小妈 切蛋糕 來 来 我们先把烤鱼給我们豆豆吃 豆豆缓嘛 你要吃巧克力 干嘛 在我们啊 哎呀 我生日那天 啥子都要吃爽粉 嗯 得叫好食成爽嘛 干嘛 嗯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说呀 不是 我只是觉得 那个人一辈子考虑得太快了 有些事情错过了那个村 都没了那个店了 你说是谁小枫 什么是不是 还有啊 都像那个公报鸡丁一样 如果光有鸡丁 或者去了花生别也不担心 他也不会有一个菜 都像一个家庭一样 去了男人或者去了女人 他都不成为一个家 当然那个还是要 两个看得对眼才得行 一飞 你说是不是 豆豆 咱们举杯 敬一下秋奶奶 祝奶奶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来 祝你快乐 这谁啊 这少许 谁啊 想死我了 你放下来 你放下来 想死我了 放下来 放下来 你个困人呢 那是我干妈的 那是隔壁邻居冯丽泽 还要他儿子逗逗 干妈好 干妈应该听义飞说过我吧 我是他男朋友 王凯 你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们先吃吧 惊喜吗 惊喜吗 王凯 我分手吧 你怎么了 你既然 不愿意跟我结婚 我也好不起 我没说不跟你结婚的 结婚多简单的事情啊 不就一张尺吗 我是想让你考虑清楚 五年了 不过我现在考虑清楚了 谢谢你 隔了我这么长的时间 让我考虑 我们两个人 不是一类人 怎么就不是同龄人了 你之前不是很欣赏我的吗 去那么多地方 你不都很支持我吗 怎么这次去了西藏回来就变了呀 我们两个人要的生活不一样 一直都是我在适应 那就是你一样的生活啊 那就是你一样的生活啊 唐一飞 你的信箱水平 怎么越来越低了 就那么一个男的 还带着一个孩子 我告诉你 后妈不好当 秋霸 孩子困了 我带她回去 我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干嘛呀 你一个客人 你一个客人 走不打招呼 不礼貌啊 王凯 干嘛呀 不干嘛 就想跟他聊聊 来 先帮我一下 来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你给我把我说 不要打啊 不要打 以后你自己的孩子 你自己抱 我告诉你 我们一飞就要结婚了 以后别来骚扰他你 谁要跟你结婚啊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听见没 他跟你分手了 你别再烦他了 坐下 咱们 他教育啊 这会啊 那些水平药的时候 不懂 好 别打了 你我不用打 别打了 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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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你 必须马上做手术 清除脑袋里面的医血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我妈怎么了 邱阿姨 她脑袋撞到了墙上 现在脑袋里出现了瘀血 医生说 要马上手术 你怎么照顾我妈呢 是你推她擦手的是吧 女婿 我要报警 我要告她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先签字 我们好安排手术 什么 我签字缴费 搞错了吧 是她把我妈弄成这样子的 这事情跟一芬没有关系 跟她没关系 那就跟零有关系了 也对 你是警察 李来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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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是我的事 你赶紧签吧 钱的事情我来负责 你们当我傻呢 这字谁签谁负责 我不签 除非 现在给我八 不 十万 你抢人哪 警察同志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妈是老呆受了伤 这做手术需要手术 再说了 她在手术台上 能不能下来 都还不一定呢 所以您得赶紧签字啊 我都说了 这个钱的事情 我会负责的好吗 你先别急 先听我说完 再说了 这手术之后 有没有后遗症 我妈要是瘫痪了 谁来养啊 我养 可以签了吗 干妈进去两个小时了 怎么还不出来啊 你放心吧 应该没事了 病人家属 病人家属 病人什么情况 手术还比较顺利 先推到重症病房 观察几个小时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就回到普通病房 谢谢你啊 医生 没事了 经理啊 那个我明天想请个假 我那个标数已经做好了 在我办公室桌上 没事 行 好的 拜拜 喝点水吧 谢谢 要不明天你把标投了再过来 别了 我就想 求妈醒的时候 低业能看到我 对了 要不你先回去吧 逗逗还有一个人在家吧 没事 我陪着你 我让她妈妈 过来接她 真没想到啊 你跟一个 没有血缘关血丘妈 把自己工作放下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 工作狂 女强人 差不多是吧 其实我不是 我就是觉得 工作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安全感 而这些 是王凯给不了的 我跟她在一起 五年了 她却从来没跟我提过结婚 我 其实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就想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 而这几天 跟邱妈待在一起 我觉得 好像要找到这种感觉 所以 怎么都值了 你相不相信命 很多事情都会这样的 商天为你打开一扇窗 也会为你关上一扇门 相反也是这样 以前 我跟豆子她妈妈 是我们学校工人的 最般配的一对 后来她为了追求事业这扇窗 我们不得不关上 家庭这扇门 冷吧 要不进去 走吧 好 请邱妈 快去叫医生啊 好 邱妈 你怎么样了 哪里不舒服啊 魂姨有没有好一点啊 快去看看吧 老人家 您听见我说话吗 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把嘴张开我看看 你能把你的右手抬起来看看吗 动动你的手指 很好 手术很成功 让病人好好休息 你们好好照顾她就可以了 谢谢医生 非常谢谢你啊 谢谢医生 干嘛 依菲 请你照顾邱妈 我回去顿耳塘给她端过来 好 好辛苦了 谢谢你 邱妈 你好好休息啊 别妙啊 义菲 来来来来来 给她来走 义菲啊 我有事情跟你说 我把那个桌子给给你 我把那个桌子给给你 干嘛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一天在医院 要不是你跟我签在 我都可能已经到你 往那里去报道去了 您别瞎说 所以 从那一天起 我都决定了 要把我那个桌子给给你 它是我们屋头的传交宝 我儿子和媳妇是不晓得的 那我就更不能要了呀 义菲 你还是早点把你自己的婚姻 大事解决了 我那回住院生病那段时间来 我看出来了 你跟小凤两个 互相对对方都有意思 小凤很适合的 干嘛 感情的事情 是不能着急的 再说了 也不是我和余泽两个人的事情 还有豆豆呢 豆豆她敢不同意 我不打了她的臭屁股 义菲啊 还有一个事情 其实你妈妈 多在乎你 她都是几十岁的人了 说不定哪天说走都走了 都希望你能够陪伴在身边 你有时间 还是多去陪你妈妈聊一天 行了干嘛 我自己的事情 我知道 还有 我带你那点呢 也住了那个酒了 真伤家伤 我也都住了 也把你麻烦了那个酒 我也该回去了 明天呢 你都送我回去 干嘛 你这怎么突然就要走啊 我出了那个酒了 也该回去了 你都不要劝我了 今后有时间 我再来看你 那行干嘛 你要是想我了 随时叫我 我去接你 好 来 走自拉当 是 呀 希望 有许多 没想到 咱们 妈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拿点东西回老家去 干妈 这个钱你拿着 回去想买点什么买点什么 小梅平时也挺辛苦的 她到时候送你回老家的时候 你记得给她一点油费 我老个好要的 干妈 您就拿着吧 这是我孝敬您的 我老个好要的 拿着吧 谁呀 来了 一个人 我晚上睡觉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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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子 爸爸没白疼你 来 谁啊 是你啊 你吃饭呗 要不一块 爸爸 我困了 我想睡觉 行 你去吧 进来坐 你怎么了 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样子 我今天 去看我妈了 我一直以为 她是一个什么都能够 自己完成的女强人 可是没想到 还好 我听了你和邱妈的劝 不然 我根本不知道 她过得这么惨 毕竟血浓于水嘛 我觉得 你要是跟你妈 冰释前嫌的话 就最好了 没有时间 还是多陪陪她 我估计这段时间 你妈羡慕自穷妈了 哎 你说一碗水 得团皮啊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多去看她的 对了 你能不能 帮我查查张军在哪上班 我有事 想找她谈谈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本来 这是你们的家事 我不应该管的 但是现在 老太太是我的干妈 我觉得 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 我真没想到 小梅她会是这样 你说我拿这个媳妇来干嘛 你别激动 我本来就不是来拆散你们的 我只是 不希望你老是被小梅这样压着 小梅这个人 其实本性不坏 但是需要好好引导 我觉得她会是一个好媳妇的 那你觉得 我现在该怎么办 其实现在 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工作 我现在有一个挺好的机会 想跟你介绍一下 是吗 那太好了 但你别着急 我是有条件的 你必须去把老太太接回来 和你们一起住 好 但是我妈 她告诉过我 她喜欢老家 那是人家老太太违心的话 她只是不希望你和小梅再吵架了 她过得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吧 以前 我也总是不管我妈 但现在想想 我挺后悔的 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到底还是不是我们张家的媳妇了 我 我也是怕她们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早就想赶我妈走了 好 你已经不是让我选 要你还是要我妈吗 好 我今天也让你选一下 要么去把我妈借回来 要么我们俩就离婚 你一直在外地 我要送货 我还要照顾家里 我容易吗我 我容易吗 我在外地打工 我容易吗 大家都不容易 我是个女人 我也需要人关系 我也想要有人能跟我分担家里 我也想给你生个孩子 我真的很累 好 别哭了 外地的工作我已经辞了 我准备回来重新找 以后家里的事 我们俩一起做 你就不会那么累了 走 去接妈回家 妈慢点 对 奶奶 好久没看到你了好想的哦 干嘛 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吃个团天饭吧 好 好 来 来 菜齐了 依菲 谢谢你帮我们大追解决工作 之前确实说我不对 我知道错了 其实我们做儿女的 其实我们做儿女的都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人家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好 我如果不是误打误撞遇到了干妈 我家里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也根本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呀 一定要对父母好一点 就是就是 我保证啊 以后一定会对我妈好的 哦 对了干妈 干妈 干妈 这个呀一定得要还给你 人家都说传家宝 传男不传女 现在张俊也回来了 小梅对你又这么好 我想啊 你应该要抱大孙子了 一飞 干妈今天拿给你了 都不得收回来了 哎呀干妈你留着吧 张俊回来 这个大孙子啊 估计很快就要抱上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恭敬不如聪明 大妹子 一飞啊 带下我们张俊和小梅 你也怕是刚刚拍一飞的事情了 哎呀干妈 一飞啊 我觉得小冯 这个小伙子不错 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 把这个事给定了吧 豆豆 你说好不好呀 我没意见 来来来来 我们大家举杯啊 来 来来来 新车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